暴夢爭遺產事件? 死者亡魂暴夢的這些靈異之說 不單止得不到破戒的認同 司法界亦都不可能將暴夢立為呈堂證供 但香港竟然曾經發生過一宗遺產訴訟案 一名和死者沒有任何親戚關係的中年婦人 竟然以死者暴夢說 遺產是留給她為理由 向法庭提出訴訟 結果法庭又判她勝訴 獲得死者價值數以百萬計的現金和物業單位 究竟詳情是怎樣的呢? 敬請繼續留意 善非解密